花花的姑奶奶蛋蛋 旅居日本长达23年之久 预计12月份将回到祖国怀抱 10月5日 神父动物园晒出蛋蛋最新生活记录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蛋蛋状态不错 蛋蛋像一个优雅的老太太一样 干什么都是慢吞吞的 由于下巴上长着一圈白色毛发 被网友称向着先锋盗捕的修行之雄 吃完饭也会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散 有时还会趴在石头上舒服地晒太阳 过着十分标准的养老生物 但是了解蛋蛋十分坎坷的熊生经历后 大家就会感到十分的心疼 也就会明白为什么看着蛋蛋有些孤独 蛋蛋一生经历丧腹以及多次丧命 老年的时候还经受病痛的折磨 堪比熊猫界真是百宝夺着 一只熊十分孤独地生活在神户动物园内 蛋蛋出生于1995年如今已经有28岁高龄 小时候的蛋蛋颜值和花花不相上下 小短腿还有圆蓬蓬的大脸味 最喜欢用自己的小短腿征服轮胎 现在的蛋蛋依旧喜欢坐在轮胎上面吃饭 2000年年仅5岁的熊猫蛋蛋出差至日 同行的还有4岁的熊猫锦竹 在那里薄泼可爱的蛋蛋很快就 俘获了大量日本民众的芳心 每天都有许多粉丝前来参观 因此还被大家称为神户家的大小姐 几年后原方发现锦竹是双性大熊猫 于是将锦竹送回中国 然后蛋蛋的第二任老公星星来到日本 07年蛋蛋终于第一次当了妈妈 但是却没想到宝宝还没生下来就胎死腹中 次年蛋蛋再次成功怀孕并且顺利生产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几天后宝宝再次不幸夭着 2010年15岁的蛋蛋再次进入发情期 然而在给星星取经时却发生了隐蔽 导致蛋蛋又失去了自己的障碍 然后一直孤独地独自生活几十年 老年又患上心脏病腹积水等疾病饱受折磨 其实不管蛋蛋在哪 我们只希望蛋蛋可以平安健康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高高 就给你生个城你就一见那么大 你还妈嘴巴一瞧起 传奇大熊猫高高 除了身高不高其他都高的小熊 32岁高龄依旧是奶乎乎的高颜值 眼前的两只小熊猫是高高与老婆白云 一起同框的照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妈妈带着海 其实白云并不白高高也不是很高 高高的身高到底是多少 据说高高十分喜欢一个浴盆 甚至还是从外国出差回来带回来 根据奶妈测量浴盆大概长度为1米2 但是高高还能完全躺进去还有空闲的地方 高老爷的身高和坐下来吃饭 的那个三角饭团几乎差不多 俗话说的好官一扇门就会拍一扇窗 别看人家高高的身高不算高 但是高高的高都用在了其他的顶 众所周知 高高是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 三次放归三次凭借记忆找回来 甚至最后一次历经了一年的时间 是自己找编制成功上岸的大熊猫 根据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眼前个头不大的高老爷智商有多高 其二还有体重高脾气也高 给高高称体重的时候体重称被他压坏 生气的高高直接趴在木家上发起脾气 奶妈来和高高对话还被生胖气的高老兄 除此之外高高的颜值也是十分的高 小时候的他圆圆的大脑袋标准的熊猫眼圈 如今32岁高龄的高高颜值依旧十分抗大 依旧软萌可爱的像一个奶油小生 就算和当今熊猫圈里的小鲜肉比美 高高的颜值也依旧不落下风 其次高老爷的血压也是很高的 出生于91年的老爷相当于人类的百岁高龄 年纪大的他经常要吃着酱鸭药 但是由于要太苦了老爷经常不准吃 奶爸就将药藏在小苹果里面喂给他吃 不得不说察觉力也是很高的 希望高老爷一直健康快乐养老 我们接着往下看 熊猫可以是租借的 但是爱从来都不是 听见宋爷爷在爱宝坐月子时 帮助爱宝按摩时说的话 我们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两位爷爷的爱 还记得爱宝第一次生福宝的时候 由于第一次生宝宝没有什么经验 爱宝就每天背靠栏杆导致背部感染 没想到现在宋爷爷依旧记得并且十分心疼 在爱宝即将生产的时候 宋爷爷就搬着一把凳子在旁边彻夜守护 只要听到爱宝有动静就会立马走 蹲在一旁温柔地帮助爱宝按摩背部 希望能用这些方法减轻他的痛 还会温柔地用声音不断安抚着爱宝 如果说宋爷爷爷的爱是唠叨有声音的 那么江爷爷对宝家族的爱就是无声的 爱宝再次怀孕生双胞胎的期间 江爷爷可以说是时刻地守护在身旁 肉眼可见的满脸疲倦让人十分地心疼 即使累到坐在地上困得不行 也要强撑着精神去投喂爱宝竹叶 江爷爷曾经说他对爱宝的关心 差不多超过了自己的女儿 可见江爷爷真的是把爱宝当女儿养了 在爱宝生产时江爷爷更是化身为月色 帮助爱宝打扫干净卫生让他有力量 十分舒适的环境可以居住 还会细心地帮助爱宝一起照顾宝宝 还记得爱宝和乐宝刚来的时候 江爷爷爷就守护在他们身旁一起睡觉 希望能为他们提供安全感 江爷爷还深知爱宝性格有些敏感 一直用自己的爱温暖着爱宝 通过爱宝生下宝宝以后第一时间给爷爷看 就可以看出爱宝有多信任江爷爷 不仅是爱宝 两位爷爷对宝家族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希望两位爷爷和爱宝一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各位生活顺遂 我们下期再见